差不多说叫咱们来落落河南的暴雨 在昨天河南郑州等地遭遇了千年一遇的大暴雨 这次暴雨持续时间长 积累雨量大 降雨范围广 根据正宗气象局的统计 20日16时至17时 一小时的降雨量就能达到亲人的201.9毫米 19日20时到20日20时 单日降雨量更是达到了552.5毫米 17日20时到20日20时 三天的总降雨量为617.1毫米 不管是小时还是单日的降雨 都已经突破了60年的记录 仅仅三天就下了郑州一年要下的雨 看了这些数据 就能明白为什么这次的天灾是如此严重 那么这一场千年一月的暴雨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解释 罪回祸首还是因为台风烟花 虽然距离我过1000公里 但是在西太平洋孵热带高压的气流引导下 大量的水汽通过偏东风 原原不断地从海上刹到了陆地 然后在河南这地就集结成雨 再加上河南的地形条件 助长了暴雨的形成 天东气流在河南遇到了太行山和扶牛山之后 在山前出现了符合开升 地形导致了降雨更加激动 雨是更加猛烈 那么为什么这次的暴雨 持续时间这么长呢 这也是因为西太平洋 高压和大陆高压 分别稳定维持在日本海和我国的西北地区 阻挡了上游系统流动 导致西风带低质系统在华北黄淮等地区长期维持 至于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中央迹象台的预测性 台风烟花正在逐渐的向浙米沿海靠近 可能会在25日的凌晨登陆 台风移动降水的重心 自然就会慢慢移出河南 接下来最让人担心的 那就是沿海地区的强台风了 一定是要做好黄泉工作 其实这一次啊 不光是河南遭遇了天灾 全世界多个国家都遭到了强降雨和洪水 就像前段时间的纽约 当时飓风埃尔沙过境之后 美国纽约那是瞬间下起来 倾盆大雨 地铁也是遭到了高冠 成了一片汪洋 有人就说啊 昨天晚上全纽约的人 那都是游泳回家的 不过美国纽约的暴雨和河南的暴雨相比起来 那可真是小无间大无了 淹没地铁的雨也就是80多毫米 但是河南一小时就下了200多毫米 就郑州这种情况 不管放到世界何处都是要面临一间城的 此外德国也遭遇了强降雨 2021年6月底以来 由于全球气候的变化 让本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的西欧地区 开始出现了大范围的降水天气 德国呢也遭遇了洪水 根据德国媒体18日早上的报道 就这次的强降雨 已经在德国造成了超过170人死亡 数千人失踪 事实证明 在强降雨洪水等自然灾害面前 人类能做的事情很有限 无论如何 现在咱们中国的部队已经出动了 参与到了抗洪救灾中 不论遭遇了什么样的活动 我们全国人民都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